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來 現在 哲倫斯丁告訴我們 抗二五十天 數百萬烏克蘭人的成就 他覺得 這個成就 當然是用很多的死傷 給堆積起來的 不過現在 他可能也只能講這種話 我們的成就 我們撐了五十天 那對俄羅斯來說 是不是已經拿下馬里乌波爾了 因為俄羅斯的新說法是 對不起 馬里乌波爾已被全面解放 已被我的 俄軍鐵技 給全面 踏平 所以現在甚至還說 這個要舉 這個五月九號勝利日 舉辦在即 連當中的這個節目 閱兵的節目 都已經 準備好了 馬上就要舉行了 那當然 馬里乌波爾的這個 市長顧問有說 俄軍正在收拾 屍體 跟網力 準備在五月九號勝利日 舉行 勝利遊行了 所以這個勝利遊行 是會在 馬里乌波爾舉行嗎 沒有啦 在莫斯科 對莫斯科舉行 那馬里乌波爾難道 也會來舉行一場嗎 所以現在 大家可以看到 烏克蘭的海軍陸戰隊 被1026個人繳械 那 烏軍 現在到底還有沒有 死守在這個 所謂 亞素營大本營的 鋼鐵 場裡頭呢 烏克蘭 現在顯然 覺得 戰事還有得大 所以他們的說法是 我承認 有部分的守軍投降了 但大部分的士兵 還是 頑強抵抗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注意的 然後你們 連拜登 要說他 要去美國 要去烏克蘭 你們都沒放 我真不曉得這張電腦在做什麼 在哪裡 在下面 在這裡 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夠放在這裡 他說他要去烏克蘭 我要去烏克蘭 我等 我等 把白宮幕僚嚇壞了 嚇壞 白宮幕僚 現在都 都 都有點吃心瘋 已經被嚇到幾次了 來 除了 馬里乌波爾的戰況之外 我還要請教亮哥的是 這一件事情 其實昨天我們有大概講一下 凱湘有做一些分析 說現在這個 莫斯科號 是不是被遠遠的 這個導彈 或是飛彈 給擊中 甚至據說造成 兩百名的海軍死亡 那當然 這個 烏克蘭宣稱是一大勝利 因為莫斯科號是一個 對烏克蘭 對俄羅斯來說非常重要的 一艘軍艦 是這個 很有歷史 一九八幾年 然後 你知道就是奇艦 這個精神象徵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老爺爺這樣 那現在被這個所謂的海王星反艦飛彈給擊中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說 這對俄羅斯的艦隊是一大打擊 對他們的戰力也產生了影響 但是 俄國的國防部長說呢 乘船是因為氣候惡力 還有一個說法說 沒有啦 它裡面東西壞掉它自己爆炸 然後 但是全員安全撤離 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說法 一個說勝利我打的 我打的 一個是沒有 我沒有被你打 它船自己爆炸 沒事 人通通都沒事 好 那我就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我是覺得很奇怪 那個船 戰鬥狀態的船 戰爭狀態的船 怎麼會自己爆 這第一個 當然不是 對 這質疑 對不起我們都質疑 我們的立場很中立 我質疑俄羅斯的說法 那再來我要質疑的 並不是烏克蘭或美國的說法 我要 我好奇的是 烏克蘭這麼厲害 可以 這麼遠 海王星反艦裡面 打掉莫斯科號 所以我的兩個問題是 真的有可能 如俄羅斯宣稱的嗎 那個海王星的反艦飛彈 可以飛200多公里 可是烏克蘭這麼厲害 不是那個 你應該說你輕敵嘛 你疏忽嘛 這不可思議 我同意我不可思議 就你的海軍人員的 非常鬆散嘛 那要嘛就是你的通訊電子裝備 很老舊 公文哥沒聽 不可能啦 因為不是只有那艘船 對啊 他是一個艦隊 他是一個艦隊 那 唯一能夠解釋 而且那個飛彈是低飛 對 就有點像我們熊山 貼海飛行 然後再這樣 這樣才炸 沒錯 所以李旦被盯上坦白說啦 是 確實有可能被打到 那只是運氣 剛好打到要害 因為打到彈藥庫 對 就爆了 對 那這個叫運氣 因為事實上只射兩枚 對 那剛好打到要害 而且 傷害很大 就是有點運氣啦 就剛好打到要害這樣 那 現在這個黑海艦隊就退出80海里 這個影響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不只是心理上的衝擊 因為聽說今天俄羅斯股市還跌了5%多 最主要是 因為他那個黑海艦隊在那邊是 他因為他的導彈是 這個輻射他有射程嘛 所以等於是 要進攻赫爾松的部隊 他可以用導彈來嚇阻 像可能退出射程之外 對 所以就會造成赫爾松那個地方 變成烏克蘭要攻擊變得相對容易 對 所以當然人家就會理解成說 奇怪烏克蘭為什麼突然來打這裡 因為二軍並沒有要打奧德塞嘛 目前是要集中烏冬要打仗嘛 對 他船放在這裡完全只是防禦性的 說你要打我的赫爾松 我就打你嘛 我從海上打你 對我從海上打 就好像 像是川普請習近平吃飯 不是 用戰斧飛彈去打敘利亞的機場 類似這樣 就是我是防禦性的 對 那你為什麼要打我 你打我是不是意味著你要打赫爾松 你要搶回赫爾松 因為烏克蘭打赫爾松是合理的啊 因為是他的土地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他是不是要 再引起你的軍隊再往這邊掉 然後讓你那邊烏冬 就會少一些部隊嘛 對 你能為是讓你分心啊 你的海防退了 那你的陸防就得過來啊 對而且這個位置 就是克里米要上來嘛 那邊已經是烏南了嘛 嗯 基本上離烏冬有點距離了 對 所以你又要分頭打 那分頭打 貝多利芬嘛 對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一個 戰術上的設計了啊 那我們還要看後續了 因為這個導致 俄羅斯的赫爾街現在就開遠了 對 那開遠了他的射程就cover不到 赫爾松 赫爾松的邊界 那這個當然對戰術上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影響啊 對烏军來說是有力的啦 所以他一定大宣傳嘛 這是必然的嘛 而且他這艘船艦很重要 也確實啊 因為他那個 另外一個是他幫蛇島報仇啦 可是蛇島不是到後來說 都沒人死嗎 可是他這個這艘船有射導彈 對啊他們不是 他們還發一個郵票 蛇島的那個基地就是被他摧毀的 他到底有死多少人我們不知道 可是後來82個人投降嘛 所以 烏克蘭當然第一個是解釋成 他幫蛇島報仇啦 對 第二個就是 我就把你的主力這樣幹掉 你要怎樣 就有點這味道啦 然後赫爾松 就又處於一個 必須嚴加防守的地帶 就讓俄羅斯沒有辦法專心打烏冬 必須分心去保護赫爾松 就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那這個戰術很合理耶 確實非常合理啊 完全沒錯啊 完全沒錯 你如果從烏軍 即將要跟俄軍大決戰 這個當然是合理的嘛 那烏克蘭怎麼突然變那麼聰明呢 是不是美國來交呢 我就是這個意思 我就想問這個啊 所以美國就完全不承認 他也不承認 不知 他說我們沒有辦法證實有這個事件 那就是有啊 你看他多厲害 這些國家這樣說就是有啊 他說我們沒有辦法證實 是不是真的被炸到啊 那我只知道他船是沉的啊 可是 怎麼沉的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烏克蘭是不是有射這個反艦導彈 我也不太清楚了 你美國什麼都不清楚啊 對好 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蛇島這個紀念郵票 我是沒有幫 我是沒有拿出來給大家看 是因為上面有不雅的手勢 他 他那個上面那艘船就是莫斯科號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大家看那個 大家可以上網去找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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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郵票上面的那個樣子 就是一個 他是一個 烏克蘭的軍人這樣 背對的 然後他的前方 就是這 這是 這是莫斯科號 然後他的前方就是莫斯科號 所以那個整個畫面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 烏克蘭軍人差不多到這邊的背影 然後前方 就是 莫斯科號 然後他就比了一個不雅手勢這樣 我的 我的宗旨咧 他就比了這隻手這樣 大家知道嗎 大家可以去看 可以去找這個 這個圖片來看 因為那個 手勢還要打碼都沒意思 然後不如演給你看 那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那當然啦 這個 這個時間點 這個 哇 烏軍取得重大勝利 然後拜登立刻說 那我也要去烏克蘭 就是剛剛這個 亮哥已經說了 白宮幕僚 嚇尿 我們來聽一下拜登的說法 來 對 所以拜登不是自己說 我要去烏克蘭 是記者問他說 你是不是要拍 我們昨天有告訴大家 反正說這個布林肯 或是奧斯丁 這個國務卿或者是 這個國防部長 可能是非常高階的 這種核心幕僚 軍事的核心幕僚成員 會到烏克蘭去 那所以記者已經問他 就說你會派誰去呢 他說他還不知道 但你自己會去嗎 你會去烏克蘭嗎 你想去 你有要去烏克蘭嗎 有啊 所以 我覺得有可能啦 是這個拜登他自己 可能沒有聽清楚 因為畢竟現場 有風聲啊 可能有飛機引擎聲什麼的 可能拜登自己也沒有聽清楚 那他就回答一個 yes 然後白宮就立刻 沒有沒有沒有 他不是說他要去烏克蘭 他只是 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 不止一次了 不止一次了 所以你說川普整天出來 笑拜登有沒有道理 好像有 大師 對 我看他這個講法 他其實是 他只是 他不好說他不去 他只好說yap yap的解釋 他沒有說 yes or no 什麼時候去 打完仗再去 對 他沒有說什麼時候去 所以他有解釋空間 你找什麼 你幫我把那個中指遮起來 這樣嗎 看一下就是這樣 你看這個有紀念性質 你怎麼這樣 我看看 來 就這張有票 有沒有 我剛剛演的像不像 那個事實上那個手勢比中指 他是比大拇指 我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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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標 這個表示挺烏克蘭 對 我們支持 我們支持 我們都支持 就是有票的樣子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我剛剛演的像不像 剛剛說 這個 是不是在眼前 就是莫斯科 然後他比一個大拇指 就是這樣 對 那事實上 事實上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 現在拜登玩烏克蘭是 他自救的 大概唯一的一張牌了 因為經濟牌的不奏效嘛 那所以玩烏克蘭 玩大陸 玩這個俄羅斯 可能是他手上的唯一的 唯有的幾張牌了 所以在烏克蘭的部分 我想他又看到了那個 英國首相 那麼風光的去一下 他心裡面我想也受了一些影響 可是時機很重要 他現在去的話 他一定要挑一個好的時機 而且他剛剛去 你剛剛去 你現在又跑一趟是什麼意思 你是有重大宣誓嗎 還是戰爭有重大成果嗎 都沒有啊 那你現在去幹嘛 你不是已經宣布了八億 八億的軍火嗎 一大堆軍火宣布出來 你到那邊還有什麼好宣布的呢 然後呢 就是說要頒哲倫斯基一個勳章嗎 美國最高獎章嗎 也沒有什麼必要嘛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 我覺得拜登真的是 思慮不夠快 思慮不夠快 我覺得反應就是說 常常就是說 讓他的自己的幕僚 會喘一口氣 你也把冷汗 而且像美國總統 是全球世界危險度最高的總統 他的安全人員 真的會覺得受不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總統要出一趟門的話 那個安全上的動員 不得了 是非常不得了的 美國總統在華盛頓 在華盛頓DC 他出去一下 那個附近大樓上都是 狙擊手 都是狙擊手 都是狙擊手 那你到一個戰區的話 你想想他們要多少狙擊手去 然後人家答不答應他 對 所以是非常非常麻煩的一個安全的作業 大使我想到 那假如說美國要去 假如拜登總統真的要去 那就變成美軍必須實質 進入烏克蘭去保護總統安全 那這可是大事 萬一總統走了 軍隊沒走怎麼辦 對啊 這可是大事啊 你現在基辅情況有那麼簡單嗎 有那麼單純嗎 今天俄國人跟烏克蘭人分得那麼清楚嗎 對不對 那這個基辅裡面那個俄羅斯要佈局的話 太簡單了 那最後你也抓不到是誰幹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是 從安全的考量是要萬無一失 政治的考量是你主帥要去收割的 你跑到那邊搞不好說得不好聽的話 你今天跑去跟哲倫斯基握手 第二天 東部什麼大城陷落了 那你不是又被 又被川普要大笑一場嗎 天天都在笑 天天都在笑他 你沒去都沒事 你一去就死人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就是 拜登的反應有問題 對 真的反應是太慢了 而且啊 他這個反應都不對 他可能心裡面也沒有說我立刻要去 可是他只想說 人家你準備好去 他就 他沒有說我 沒有說什麼時候 可是問題這句話 他那個回應 就讓全世界都在猜了 他要去烏克蘭 媽 所以俄羅斯什麼 外面報導說 都在報導說 拜登準備要去烏克蘭 對 就跟著他的戲唱嘛 讓他難看嘛 對 我剛剛突然想到 就感謝大使提醒 那還得了 你這個 82空降師 空降師 保護 這個 拜登進基輔嗎 那還得了 那不就實質 就是美國的軍事勢力 或是美國的軍事這個 部署 進到烏克蘭 那 別忘了之前普京說過 你們誰 派軍人進 烏克蘭 就是 我就認定你要參與這場 武裝軍事衝突 我就認定你要跟俄羅斯開戰 那 那 那是不是代表 這個拜登總統 進到基輔 他是沒有美國軍人 那俄羅斯可以 射飛彈過來嗎 那 真的就世界大戰 所以 但是我倒覺得 我同意大使說的 他就是有一點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這也不怪拜登總統 因為真的 他 事情也多 腦子裡裝太多事情 國內的民怨 然後這個 國際的事情 然後這俄羅斯 中國大陸 然後印度整天 後腿 他也辛苦 那 年紀大了 腦袋這麼多事情 可能有時候轉不過來 他聽到問題 一時間 他也不曉得怎麼回答 他想不到一個漂亮的說法 就隨口一個 Yup 對 那這個記者也是壞 整天挖洞給你們自己總統跳 奇怪 問這種問題 你要他怎麼回答 啊 真的啊 我就說真的啊 我覺得記者很壞啊 這種問題就是挖洞給拜登跳嘛 那你們幹嘛呢 才是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 德國這一張 我跟大家講清楚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內容 我要請教這個 小滿 請小滿來發表一下 來 這三個國家 各位 他大概的概念就是說 本來彼此之間是相互可以支持的 只是德國法國沒想到拖這麼久 拖到國內出現問題 他們想要收一下 先解決國內的問題 我要選舉啦 我先把這個天然氣買夠了 石油買夠了 那再說 可是偏偏他還沒選完 他還沒買夠 他卻整天繼續叫囂 這我們設計對白 來 我要武器 你們都要制裁俄羅斯 那對不起 我們的馬克宏說 我要先選舉 不要這樣 拜託 peace you man peace 德國就更直白 你就侮辱我們的總統 那你就沒什麼好講的 好 這個事情的起因是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 本來好說德國的總統 就史坦邁爾 他曾經提議其他歐洲聯盟的領袖 跟他一起去烏克蘭4月13號 記得吧 有這個其他歐洲的領袖去嘛 三國還四國嘛 本來好像說德國總統一起去 但是居然被基辅拒絕 好 那澤倫斯基事後說法是說 我們當然希望來的是總理 是肖茲 不是總統 因為德國總統是沒有權利的 那因為肖茲他是可以給承諾 能夠做決定的 所以你德國總統來沒有用啊 那總理來 才有用 好 那但這個消息出來以後 當然讓肖茲很尷尬 肖茲說對於德國總統的訪問 遭到烏克蘭拒絕呢 有點令人不悅 但是 澤倫斯基說邀請你去 不好意思 本人沒有到基辅訪問的計畫 等於告訴烏克蘭 你不讓總統來我不爽 你邀請我來 我不願去 不願去 不爽去 不想去 所以這樣子的 矛盾是不是就台面化給大家看了 那德國境內呢 現在除了出現這個 反歧視惡意的車隊之外 那當然啦 有反歧視惡意的車隊 我們也要持平報導 也有很多民眾是出來 跟這個車隊嗆聲 因為他們支持烏克蘭 所以你看德國境內 兩股勢力 不要歧視俄羅斯人 然後有人 另外一群人說 他們就是該被歧視 該被趕出去 因為他們打烏克蘭 那你說消資這個時候 不是一頭兩個大嗎 能源問題沒搞定 民怨就隨之而來 那當然這個事情 也讓烏克蘭的大使 非常的不爽啊 因為甚至還出現了這個 所謂的萬人請願 因為你侮辱我們的總統 所以我們要把烏克蘭的 駐德大使給驅逐 那事情出來以後 又換烏克蘭的大使 出來嗆聲了 所以 哲倫斯基洗德國總統臉 德國總理洗哲倫斯基臉 民眾出來洗烏克蘭臉 烏克蘭駐德國大使 又出來嗆德國政府 大家看清楚這個邏輯了嗎 所以我說這個矛盾衝突 這是絕對沒有錯的事情啊 而且雙方的這種矛盾 其實各位 早從要武器 就已經種下了 我就不能給你武器 那你又一直跟我要武器 哲倫斯基要武器 蕭子講過好幾次 我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再來就是能源問題 你要武器我不能給你 你叫我斷能源 對不起德國目前立場 我也不允許斷能源 所以早在戰爭開始 你跟我要武器 我給不了你 戰爭中期 你要我斷能源 我斷不了 兩國就有矛盾了 德國總統被拒出訪 只是讓兩國的矛盾 浮上台面而已 那同樣 在馬克宏這一邊 拜登跟哲倫斯基 聯手說俄羅斯種族滅絕 馬克宏第一個跳出來 拍謝 這個種族滅絕這個詞 不要亂用 尤其是烏克蘭跟俄羅斯人 是情同兄弟耶 怎麼會種族滅絕呢 來 哲倫斯基毫不留情 馬克宏這樣說話 讓我們非常痛苦 所以各位 種族滅絕 是不是也讓烏克蘭跟法國的矛盾 抬面化 那連帶影響到的 是不是就是 法國的總統大選 有沒有可能 馬克宏受的壓力太大 而因此影響他的連任之路呢 所以你看我的大標 我是要很清楚啊 你惹毛德國 你又害到馬克宏 那你是不是逼這兩個 歐盟最大的國家 跟你說拜拜呢 來小滿 馬克宏他都說俄烏是兄弟 代表在馬克宏 或在法國的眼裡 就是沒有種族滅絕這四個字 對於馬克宏 對於法國來講 俄羅斯他攻烏克蘭 然後烏克蘭防守俄羅斯 其實對於他們 這就是普通的戰爭 這個沒有牽扯到任何的種族滅絕 所以在西方同盟國家 或西方民主聯盟 去對於俄羅斯所產生的控訴來講 我覺得這一點就站不住腳 然後之所以法國跟德國他們相繼出來 會有這樣子反應 我覺得真的是能源問題 讓他們背負太沉重的壓力了 因為光 因為馬克宏他現在就設身處地了 他四月多他要進行第二階段的選舉 任何能源和通貨膨脹的上升 對於他來講都是最大最現實最真切的 要面臨的問題 如果他這些問題沒有處理好 他內部的問題不能解決 他的連任之路絕對是個他自己的大問題 所以德國 德國也是 德國他你看北希爾號又停了 所以對於他來講 他那天然氣怎麼辦 然後西方各國又比我說要 暫停從他那邊買原油 那其實對於他來講 他在自己內部的衝突也沒有建立 也沒有處理好 對於他來講他下一次的位置也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德法是歐洲兩個重要的國家 兩個最重要的國家 那對於他們都是這樣面對烏克蘭的立場 我覺得後面的問題也會一步步顯現出來 而且哲倫斯基他每天 他把我覺得他把自己當成了世界的總司令 他可以指揮任何民主國家說 你應該幫我什麼 你應該幫我什麼 我覺得跟台灣的城市都很像 每天也是講一些說 我們要怎麼做或是你要怎麼做 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 每天都會講講這些話 我覺得他應該去想清楚說 他不是去指揮別人的國家 或是指揮其他國家的企業 說你們不能跟俄羅斯買東西 你們不能怎麼樣 你要想辦法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把這個戰爭 趕快的為了人民 去趕快把它結束掉 你要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 住在這裡… 呢… 這將會讓我… … 你看…